CLC自動車 把手機補充開 公司自動車 公司自動車 公司集團 公司裝備 公司的 公司機補充 生中氣動 將來滾身邊 欸晚安 晚上好 來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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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跟館長直播表現真好 真的嗎?我覺得大概六成五成而已 我要出手片啊,我歌聲不錯 我還要講,我是缺席而已 線上各大製作人 如果你想不開有多的錢的話 可以來處理一下好不好 館長感覺比較嚴肅 對啊,因為其實他直播 我是真的都有在看 因為我們是這個 奉為一個學習的對象 與其不論那個大直播內容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有些直播組在賣東西啊 對不對 有些不知道在幹嘛的啊 其實我都會去看 因為人家會吸引這麼多的群眾 一定有他的魅力在 所以我都會去看 可是今天 這個有個客人ABC有沒有 有跟我反應 說他大概我如果講台語他大概 一半都聽不懂 沒有聽懂我的韓洋劇 啊沒有聽懂我還蠻多個 我裡面其實藏了蠻多梗 他可能 比較沒有 沒有在那個像我們這樣臉蕭微 可能沒有get到 基本上我覺得我要表達的應該都有表達到就好了 納智傑口水噴出來為什麼 納智傑我每天都在講 有我有啦 昨天下播之後有很多 觀眾朋友都有私訊給我 鼓勵啊 有的說什麼 他也有人說 以為那個納智傑那一趴我會爆 我會爆掉 可是其實他說 他發現我竟然沒有爆 我每天都在講 我怎麼會爆啦 示範戰鬥陀螺 最多是在示範啦 最近有新車單嗎 我們的新車都是禮拜一啊 他媽咧 我每次都禮拜天三更半夜禮拜一的凌晨才在PO啊 跟館長直播會不會緊張 還好 有一點期待 不會緊張 還蠻期待的 對不對 我們這個 電視都去過了 我是真的有時候就當Podcast在聽有沒有 像有些聽 觀眾朋友都會 都會 說 小事我都聽你的直播精華什麼 有的沒的 我也是一樣啊 我下班還是會聽別的直播主的節目 然後邊回 粉絲頁的問題 這是真的啦 不是只有聽館長我聽蠻多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啦 我都聽什麼 談話性的啦 談話性的 因為 我不需要畫面嘛 百靈果我也會聽啊 達康 達康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達康.com 那個我也會聽 他們從很早之前我就 有在追了 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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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判斷女生有被超過 那是種直覺 沒有嘛 這就跟買車一樣嘛 對不對 人家喜歡 買人家已經改過的 調教過的 調教好的 車子 阿有人喜歡買那種 樸域型的 阿回來自己慢慢改 慢慢整理 說其他人家的 看你改他就一種 人家幫你教好的 還是要回來自己教的 阿不是啦 我說人家幫你改好的 跟回來自己改 X6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他那時候應該如果那台車剛進來沒多久的話 他們還沒有預料到那麼早就會有人來拆引擎的狀況 因為 很多東西他都是用特工的 特工的 基本上 因為你看到 X6那種車外面的修理廠也不會去買 這一種工具 因為他們要遇到這種 車來修的機率 比較低 所以外面 修理廠不太會去買這種特工 其實跟大家分享有很多車子啊 要拆東西都要一些特殊工具 特工 就是特殊工具的縮寫 所以修理廠之間有時候會借來借去你知道嗎 那一間什麼什麼有買啊我就沒買 以後我有機會我要拆到就去借特工回來就好 大家那個工具會借來借去 上週忙沒跟到洪甘迪 第二波何時開始預購 不知道呢 我們第一波大概10月 中吧 10月中就出 應該會出貨吧 沒意外的話 因為第一波真的太 有點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多 所以 工廠做不 怕工廠 歌曲什麼時候會出 我忘記了 不知道下禮拜 下禮拜錄音吧 不務正業 基本上 我不是說我很屌 就是其實 大家如果有 有看到我去跟一些 Youtube合作 蠻大多數都是別人來找我們 因為我自己覺得說 第一個我們說車子的 比較 專門嘛 比較專項嘛 我來找阿滴阿滴 阿滴要找 要插話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要能結合嘛 對不對 兩個人的 題材要能結合 這第一個嘛 然後再來一個 我也不好意思去找人家 要 覺得我們覺得自己 小小台 對不對 不好意思 所以大部分現在目前都是人家來找我們比較多 阿 其實大部分來找我們大多都 都會答應 我大多都會答應啦 因為我 我的人 對阿 只好家裡而已 只想要做好人而已 我如果不想做壞人 PTP小師哥不 看Sex版嗎 以前會看 可是後來覺得那個 有點無聊 就沒有看了 感覺都 很多小朋友在那邊說有的沒有的 看來覺得有時候覺得有點無聊 對印度車有什麼看法 印度車不是感覺就是 裡面可以塞很多人 有沒有 門打開人一直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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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會利用空間 人口密度極高 找館長 Kent上要在團練 沒辦法 我現在這個 不夠粗 他們的 他們的比較粗 他們的比較粗 我現在 我現在 對剛剛有人說我變胖 我最近是變胖 因為我這一兩個禮拜 真的比較忙 像我這一個禮拜 上個禮拜幾乎 行程是滿的 那這個禮拜也是幾乎都是滿的 我基本上 因為像你比如說 如果晚上也要直播 今天禮拜上我通常都 不會運動 阿不然我用到整個 年年的 直播覺得很痛苦 阿昨天跟館長直播 所以我也沒有運動 因為不喜歡身體黏黏的 很痛苦 所以通常 如果有有排一些拍攝 還是什麼 我就不會 不會運動 所以我已經 兩個休息兩個禮拜沒有運動 對啊 現在其實 現在比較不會那麼急躁了 剛開始在健身的時候會很急 急著想要看那個成果 所以你就會很急著一直操 那操到最後其實 每天喔 真的那時候 每天就是 手也酸痛 胸肌也在酸痛 背也在酸痛 腿媽 練到爛掉 上下車都在痛 腿 骨刺頭啊 腿後 都爛到 整身腿這樣 爛死爛死啊 所以 我覺得後來就比較 心情放鬆一點 運動是 長久 我們就維持這個習慣就好了 為什麼節目女主持人 都要穿很短 又要打草莓 你就要看啊 你看像我現在訂閱才30萬 我就是沒穿跌 沒流行靠 好不好 今天介紹這一台車喔 我們介紹的是福斯的T-Cross 我們首先先來到車頭 哎呀我們低頭看一下 有喔 妳就要看這種的 這個水箱護照 有喔 阿嬤啊 妳就要看啊 我有發力 我沒辦法啊 對不對 我就一個人 一口溜溜啊 教一個 泰山教一個阿呆 科批 我們就打到那邊去了 對不對 可是這個 在線上我們如果有這個 不管 這個男粉絲 還是這個粉絲的老婆 你們就可以放心 好不好 我們這一台 沒有奶 對不對 我們這台不賣奶的 你可以放心的 讓你的老公 看我們這一台 呵呵呵 對不對 小師穿短褲會被黃標 為什麼我穿短褲會被黃標 我今天就穿短褲啊 怎樣 呵呵呵 我為什麼穿短褲就會被黃標 奇怪 我有好好的把他 收起來 不要從褲子旁邊掉出來 應該基本上就不會黃標 我今天還是要介紹一下乾爹好不好 我乾爹越來越少 我們都這幾間 你看 這個彩色有沒有 客製化的文創禮品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快車肉乾 快車肉乾還有 快車肉乾買比較久 真的大乾爹 然後這個我今天穿這個衣服 我今天穿這個衣服應該蠻有名的啦 我覺得這個衣服應該蠻多 蠻多觀眾朋友都有 我答應人家要幫人家稍微 也外露出一下 看一下後面 這個什麼牌子的齁 這個牌子 X-Control這個 這個要看 他賣蠻多東西都還 看起來蠻吵的 還蠻吵的 然後 當然這個不免俗的 我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直播人數越多 流量越多 我們就可以去跟 廠商 對不對 拗一些東西來 給大家 爽一下 家庭跟工作需要七人座 看你要花多少錢 你要正七人座的 還是那種SUV七人座 不一樣 這個 抱枕 正七人座 就是那個MPV的 MPV就是歐迪賽 CN PLAB那種 對不對 如果SUV就蠻多的 像Outlander也有七人座的 我叫個 夜路十苦 我跟他拿了三個抱枕 等一下 找機會來送給大家 好不好 找機會來送給大家 這個牌子應該在網路上 廣告還打蠻大的 因為我從以前就有在買 那他可能發現 我都有在消費他們的產品 所以就 有來跟我談 這個合作 那這個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我給你看一下他的 他們的 FB IG 蝦皮 還有他們的官網 在這裡 今天來賣這項福箱 福箱裡面 絕對 價格超過你們表的金額 好不好 這裡面 這樣加加的金額 就超過三萬塊 一個抱枕 這個福箱 打開之後 看有什麼贈品 大家這個 一元起標 不懂 裡面我們還有送這個 這個我不要給大家好了 因為他這個是打火機 這個寄送有麻煩 很麻煩 不要 我們不推廣 抽煙 好不好 然後我們最近有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最近的 進度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應該就會有 老客戶的 抽獎活動 那個阿呆他們的禮品單 還沒開出來 我給他們預算 應該是要超過10萬 一定要超過10萬 那這個是給我們的老客戶 到時候這個大家要密切注意 下禮拜大家一定要密切注意 我們的 粉絲頁 好不好 就跟 某一年我舉辦的一樣 就是來跟我們買過車的客人 那你把你自己的愛車的照片 或是你家人小朋友或你自己跟愛車的合照 那PO到我們FB的留言底下 那到時候我們就會抽獎 目前有三台SWITCH 然後還有我們上次的火星犀牛 電競椅 有沒有 那個一張一兩萬塊 我們也跟廠商接洽 火星犀牛 那個椅子真的好做 沒有在好笑的 因為我鞋子比較大 所以他的這個 椅面其實蠻長的 那我的大腿的支撐性就很好 再加上說他那個網狀又蠻透氣的 輪子也蠻耐用 輪子比一般的更大更粗 骨架也非常的粗壯 他那個整個都做得蠻耐用 我覺得那一張椅子雖然 1萬多塊 可是我覺得他可以用蠻久 我真的覺得他可以用蠻久 蠻耐用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這個火星犀牛的 這個官網站看一下 那有跟我們買車的客人 當然我們也會準備一張 這個電競椅 在獎品裡面 我目前知道 獎品有這些 然後還有一些公仔 我們有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們也去買了一些公仔 回來給大家抽 有給大家抽 有提供給FB粉絲的抽獎 我們這一次的抽獎是因為 我們每年的中秋節 正常我們都會辦 老客戶的 感謝祭 就大家回來 一起泡溫卷沒穿衣服 不是啦 不是 跟我們買車的客人 回來大家一起烤肉同歡 都沒有費用 算是回饋 這一年來回饋 我們跟我們買車的客人 我們小小的心意 可是今年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我們就不打算群聚辦 所以我們就把他 拿來預算 大概10萬塊的預算 拿出來買獎品 給粉絲抽 那就是 比較抱歉的 就是說 這個是因應 我們跟我們消費的客戶 記得我某一年 沒有辦 然後我 我也是辦抽獎 我 記得好像抽兩張 兩套還三套的 那個日本來回機票 我有抽過機票喔 我沒有 沒有好小的喔 好幾年前了 啊反正不管啦 其實有時候 我們就是一個 回饋嘛 三台Swift 靠要Switch 新元節衣 公共的那個有沒有 當學友演唱會門票 當我開 當我開演唱會的時候 大家不用抽 我都免費請你來聽 中古車車帶業務 這塊有沒有什麼美感 或不可踩的地 那個也是 我覺得中古車車帶的業務 其實 美角也蠻多的 可是大部分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們為了好辦事有沒有 那個 對保 邀寶書 打開就說 簽這裡 簽這裡 這裡簽簽簽 這裡幫我寫一下 這裡再簽一下 簽完說好對保好了 然後就走了 我跟你講 你們長大了 滿20歲 法定年齡 這合約 生效的東西 你們要出去簽東西 要看清楚內容 要看清楚內容 再簽 不要人叫你簽這裡 簽這裡 你就簽這裡 簽這裡 三頭肌怎麼煉 要用鎬丸繩 鎬丸繩 我很貼 鎬丸繩 因為三頭肌群腳 所以這個很快就可以煉痠 不要來這一台問健身 靠腰 這台在說車的 這辣子什麼的 你跑業務 沒有啦 有沒有推薦的車型 是這樣 其實跑業務 我那天 昨天還遇到一個 他說他也是跑業務 Lexus LS460 跑業務 所以我認為說 里程數高沒有關係 只是說在於說 你預算多少錢 然後你自己 有沒有比如說這個 車型大小 車體大小的需求 你的業務跑是高速多 還是這個市區多 你會怕死嗎 你的安全性嗎 其實二手車就是這樣 牽涉到的東西層面真的太廣了 你光買一台新車 你就有選擇障礙了 當你把你的眼光 轉到二手車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障礙更大 比如說我隨便講一個 你90萬你可以買一台馬3 你可以買一台focus Stline 結果你轉到二手車你發現 媽的 當28年也能買了 對不對 C賓式 Cclass C250 C300 你都可以買 好再大 再小台一點 A250 你也可以買了 對不對 你還可以買到那個 澳德賽 那麼大台 你也買得到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 你轉到二手車以後反而 整個範圍 能選的東西又 擴得更大 那你更難選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要 回過頭來 那問自己的 需求是什麼 喜好是什麼 大小廠牌對不對 把那個範圍縮小 挑出幾台車 你喜歡的 再慢慢挑 要不然我真的有時候 蠻多人希望我幫他建議 車款 但是我都會覺得 比如說常常有人會貼三台車 請問小師哥這三台 你會建議哪一台 其實我覺得我倒不覺得說 建議哪一台 而是說 你喜歡哪一台 我問你 你逛貨的時候你怎麼賣 給小師三張照片 外加三張裸照 然後給小師這三個 女生的這個三圍身高體重 A女 這個 168公分 34D 26 36 特殊技能 是這個有什麼特殊技能 這個資料都寫清楚 經驗人數幾人 都寫給我 有超過嗎 都寫給我 你怎麼不會給我三個 女孩子叫我幫你選老婆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倒覺得說 到最後 反而 我會訪問你 你喜歡哪一個 我想這最簡單啊 愛到卡蠶石 結果你撐到那超最強的 也沒辦法 因為你喜歡啊 傳動走 建議用整新品 傳動走這個東西 就是第一個 要看你的 車型 你是高級車 平價車 第二個 你這車還想開多久 我覺得這個是重點 然後 原廠的跟這個 整新的價差多大 你要去評估很多 要不然傳動走 通常 你如果是平價國產車 其實整新的 我覺得就 還不錯 可是有一些 廠牌 整新品跟新品 其實價差 不太大 差一個 一千塊 兩千塊 換新的就好 何必還在那邊整 對不對 何必還在那邊整 蘇巴路在日本車裡面 板金算硬有嗎 算 蘇巴路我可以跟大家 舉個例 我覺得他開起來 算在日本車裡面的 Volvo那種感覺 整個結構 我覺得 我認為 就算你沒有 開 沒有 不是那種 開過很多種車的人 假設你現在開一台 我隨便講 我沒有別的意思 假設你現在 隨便開來 或是開一台 喜美 然後馬上一台 一個蘇巴路 不管XV 還是其他什麼車 Anyway 那你開到以後 你會覺得 怎麼覺得自己 好像在開一台這個 很硬很紮實的車 全部的那個 你會感覺到 好像八角龍 一樣 整個車體都拉在一起 那種紮實感 那一過坑洞就知道了 你們有機會 可以去試開看看 我倒覺得你不用很懂車 你就開得出來 真的 感覺這集不好撿 這不是我撿 兩家都是 坐飛機起家的 其實很多都 重工的啦 你說山林人 也要做純 做飛機也要買 很多的啦 對不對 Toyota也要做重型機械 你看這麼多 都是Toyota的 有沒有 Toyota還可以賣去 現在最兇的一個班級 塔利班 有沒有 那個阿拉伯國家 超喜歡Toyota 以前台灣出口 多少Toyota去那邊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因為他好死不死 你有時候在阿拉伯國家 會看他戴個帽子 寫宋竹魚 我跟你講 沒有那是非洲啦 非洲比較多 86都有女生不愛 我啦 我就說 車有時候是這樣 我就經常在說 你鵬魚燕塞比喲 有差 鵬魚燕 鵬魚燕 1953有差 可是車是這樣阿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了嘛 如果你今天 我們線上很多觀眾朋友 以本人為做老白的人 對不對 平平你女兒 你的女兒要交男朋友 你寧願出去騎摩托車在那裡 還是說 青菜有一台小孩 最沒有一台小孩這樣在 又一個比較安全 你們身為人父 假設線上有身為人父的粉絲 但當然希望我們不是說 看人家家裡有沒有錢 小孩也可以 小孩會有多貴 我覺得至少我們女兒出去 有個車座比較安全 如果我有女兒我是不准她出去的 跟男生出去沒有別想 小師哥也非常喜歡錶嗎 也沒有說非常喜歡啦 就是我本來就有囤霧症啊 我就是很喜歡收集一些東西 你看我這些東西 買一隻鋼鐵人 我們就想說要有一個雷神陪他 就想要美國隊長有綠巨人陪他 就是會有一個收集癖 啊就是手錶一樣 貴的便宜的喜歡 就會買來收集這樣 也不知道幹嘛 小師哥以前是不是做太多壞事 我就是人太好了 沒有辦法想像別的男人到底有多壞 所以我不希望他這樣 我們以前都是做 工具人的 好不好 生男的去殘害女生 不要啊生男的 我跟你講生男的 某一天回來跟你說 爸我交女朋友了 你也擔心 對不對 回來跟你說 爸我生我交男朋友了 你還是擔心 啊女孩子也一樣 跟兒子一樣 阿媽哪一天去捷運砍人 你趕快易俗 哪一天回來說 爸我今天終於不是處男了 然後對不對 爸爸就跟兒子講 好沒關係來坐下來 跟爸爸慢慢說 爸爸我還不能坐 不要下班好嗎 哈哈哈哈 高速公路拋錨有什麼比較有用的SOP嗎 我其實以前蠻常在高速公路拋錨 我跟大家分享 以前我剛出來的時候 我都賣比較舊的車 因為沒有錢 出來做生意的本錢不夠 都賣賞的幾萬塊的 阿弄一直測試 我就希望測試說 我寧願車子在我們手上拋錨 把它處理好 不要 交給客人以後才拋錨 所以我就要自己試車 所以我很常 我以前很常在高速公路拋錨 舉凡 烤耳壞掉 汽油膀部壞掉 還是有的沒的 我已經 寄不清啊 很多原因 反正第一個時間 就是當你車子熄火了 你車一定還在滑 先閃雙黃燈 不要讓人家撞到你 閃完雙黃燈 過5秒鐘之後 立刻打右轉燈 慢慢的安全的 靠邊 到路間 100公尺的位置 50到100公尺的位置 放三角排 然後呢 聯絡拖釣車 大概就是這樣 整個SOP 整個SOP大概就是這樣 我以前就是這樣弄的 要注意安全 要注意安全 沒開過幾次手排車 買手排在一部車 適合嗎 你如果認真的 想要體驗手排車的樂趣 買下去 多開幾次你就會了 我以前剛開始的時候 我也是開自排車 考完駕照 我是考手排的 但是會有心理壓力 你沒開過手排 你會有心理壓力 那自從我 買下去 直接開了以後 就會了 其實到最後就跟 騎檔車一樣 就是一個習慣而已 開習慣就好了 那你一開始 遇到女生全身脫光光 你就知道要怎麼做 奇怪 為什麼 對不對 那就自然而然 你就會了 有人幫你加 沒人幫你加過嘛 對不對 我最近我要做一個事情 我有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要從國外 買一台車 進來台灣 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買什麼車我先不講 那裡面 其實我買錯一次 發生了一件 落賽的事情 到時候我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我到這個 國外的網站 去 去挑車子 我發現他們的網站 看很清楚 他們有一個叫 Carfix 你在他們有類似 8891那種網站 對不對 我看了車 他上面就有說 這台車有提供 Carfix查詢 然後就點進去 他就會告訴你說 他所有的保養履歷都很清楚 幾月幾號 哪一個 周的哪一個廠 做什麼事情 基本保養 啪啪啪啪啪 然後還有這個出保險的紀錄 點進去 他就告訴你說 幾年幾月幾號 在這台車幾公里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 他叫做什麼 accident 他叫做 我不知道你們中文怎麼講 accident 你們中文怎麼講 不好意思 我中文不太好 有曾經碰撞過的 有撞過的這個狀況 你就點進去 意外 原來你們中文叫做事故意外 OK No problem OK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body OK Thanks 然後呢 他就跟你講是這個 Rear side Left side 哪邊的corner 有沒有 Bomber 保險桿 然後他還會跟你講 換了哪些東西 花了多少美金 比如說這一次的 碰撞事故 花了1000塊的美金修復 所以你就能用這個 撞到的哪個角落 前後 然後 花了多少 修理費 然後你去推算 這個撞擊算是嚴重 還是不嚴重 那我又覺得 很棒 這個這樣整個一條一條查詢出來 我覺得 讓買車的人非常的放心 然後我就在想說為什麼 我那天在跟一個 朋友聊 我就說為什麼台灣都沒有這種東西 我其實像我這邊自己的車 我都盡量 我們收購回來的車之後 因為我不知道他之前 所以我們就開始 我們會幫這台車建檔 我們這邊的車 其實有進來就會開始建檔 我為了建檔這件事情 我跟大家分享 把我的車子建檔這件事 我花了很多的錢 因為我光建檔的人員 我又多請了兩三個 真的行政 之前大家有沒有看我 印證什麼行政助理 他就是為了在做這些建檔的動作 因為我車很多 對不對 每個月幾十台幾十台 每天車回來 一直建檔 一直建檔 然後車號 我們進來幾公里 來我們這邊 檢查過什麼 修理過什麼 換過什麼 啪啪啪啪啪都慢慢打 然後一直到這個車 我還花錢去買軟體 然後為了這個軟體 買了一個專用的電腦 而且那個電腦 我還不准上網 因為上網怕中毒 資料怕不見 包括有版考過 花多少錢 在哪裡 哪一間修理廠版考的 有做過哪些東西 包括我們賣出去之後 只要客人有回來 我們這邊 保養 維修 我都一樣一樣都把它記起來 所以我在做一個 我希望把它做成一個 很完整的履歷 但是我坦白說 我只能做我自己的車子 你其他 你跟別人買的車不可能 那我認為 我那天在跟朋友討論 就說國外這個好棒 然後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台灣沒有人 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相信 依我的能力也不可能做到 這種事要做 一定是財團做 例如國內 有沒有 Toyota 他在ABC上面 你查得到 這個車子的最後兩次的 保修的 里程跟日期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你只要是 Lazos的車 Toyota的車 他有回原廠保養 你可以去查到最後兩次 可是我覺得 你幹嘛事情做一半 我覺得這種事能做 就是財團 你知道嗎 你只有財團整合 可以做出這種事情來 你既然你都願意 秀最後兩次的里程時間 你為什麼不把它秀滿 我覺得這個也 對得你的二手車 因為你的資料清楚 而保值 而更多人願意買 那我相信 對你這個品牌的新車 也是 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你做事情 做一半 你查最後兩次 你最好是讓全部 然後當然最理想的就是 你可能要整合 政府的驗車電腦記錄 你可能要整合保險公司 有沒有出過保險紀錄 你知不知道現在 你們要去買一台二手車 你要查保險 是要透過關係的 大家都跟你說 這有個資法 這有個資法 個資法保護沒有錯 可是我沒有要你跟我講 前車主住哪裡 電話幾號 為什麼不給我一個系統 可以去查詢 我只要輸入車號 你不用跟我講 安安幾歲 你好哪裡人 男生女生 什麼星座 你都不用給我 電話號碼 你也不用給我 你只要告訴我說 他在什麼時候出過險 大概花多少錢就好了 我認為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人願意 把這個東西 像他們Carfix一樣 把這個東西 跟你講二手車還不賣爆嗎 大家都不用來找小師 小師就沒有用了 所以希望這個以後 財團 大家都不要做 都不要做 我才賺到錢 因為大家會怕 差不到 會怕怎麼辦 只好找小師 不是我認為 真的啦 坦白說 只有財團有這個能力 因為他們對不對 官商勾結 不是啦 他們可以去跟政府整合 對不對 跟保險公司 大家建立一個資料庫 我覺得這很棒啦 可能他們覺得二手車 對他們來講沒什麼意義 沒有錢賺 也許吧 我也不曉得 但我覺得這樣是很棒的 你就查 換個角度想 你政府也是在節省 經費能力 你把這個東西做好 你法規定好 你就不用 常常有這個二手車糾紛 大家在那邊過來過去 在那二手車 我還給人騙 我要給他給 對不對 你在浪費司法資源 弄得好像 車商也很黑 車商我也不願意黑 有時候我們也是被人家騙的 對不對 你看影片有時候我們也會被車主騙 其實二手車交易量每年在台灣真的蠻大的 絕對不輸新車 那你為什麼不把這個東西弄健全 那你就不用浪費那些司法資源 每天在處理這種消費糾紛的東西 雖然還是會有啦 我坦白話講 你再清楚都還是會有 我跟你講司法不會沒工作 司法現在工作是嗎 爆炸都做不完 不過的確嘛 因為國外 真的是領先我們 比較多年 所以 海外還蠻有進步的空間 賣什麼都要 只關稅 什麼稅 什麼稅 都抽抽去 新車都抽抽去 利手車都賣小人 那麼多汽車工會 其實也推不動啦 講難聽 就算給我當汽車工會會長 我也推不動 8891看到一些中股車商PO的車價比一般賺人賺的便宜一成 請問是否實車實價 的確也是實車實價 必須配合專案 專案就是配合貸款不能現金買 不管上面網站 賣公啊8891 他們其實就是缺乏一個管制 就很簡單啦 就不然你管 那後來我本來很生氣 我說為什麼都不管制這些PO低價 後來我想想我跟你講 PO低價才是他們的客戶 我管你是PO高價 PO真的價 還是PO低價 你只要來PO 我就有錢拿 我幹嘛去管制 我只是一個平台而已 他要怎麼PO 你們要怎麼交易 是你家的事情 我PO便宜 你要去 貪小便宜 去找他 你被騙 不干我事 我只是一個平台而已 所以他沒有必要去管制這個東西啦 因為講難聽一點 PO高PO低 PO一次300 400 500 有PO我就是有錢賺 不會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不能這樣想 看透明 然後跟我們想賺多少錢 我們有專業有服務 我們就是要賺這樣的利潤 我覺得反而透明很好 本來自由市場的一個交易 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我胡須張 肉肉飯 一碗五十六十 你責貴你不要吃 你去吃你家的房子 才有30塊的啊 自然而然沒有人要去胡須張吃 他就倒了 他就做不下去了嘛 我覺得就是 這哪有什麼 透明化 好不好 我覺得這還好 真的啦 贏了我的牙三把 給防重愛 只要 牙會怕有壓地為地道 我幹 太高了啦 沒辦法啦 我跟你講我有一個很厲害的技能 就是只要我想睡覺 旁邊在唱卡拉OK 我都睡得著 從小就被爸爸媽媽帶去卡拉OK 所以你如果要將會 其實我聽的是那種 我們上一個時代那種 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什麼小白的海煌那種的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 現在跟你說這個你都聽不懂了 你們應該都不知道 什麼小白的海煌那種的 所以我其實聽過蠻多這種老歌的啦 好啦時間差不多啦 每次講的不要記呢 YouTube要去訂閱 如果你已經訂了 記得叫你周遭的好朋友們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小孩子手機拿起來 都把他訂閱按下去好不好 好啦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